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1月26日 今天是昨天,1月27日 然後MIHK放假,全體同時休息 所以今天做了一天 上次去年已經 一天 沒有做到 因為上次去年過年年尾十月 十月,十月有一集沒有做 一月沒來,有一集沒有做 我們有 努力 有這些 金融從業員 都有一些 叫做 規矩 所以今天就錄播 現在就收了市 今天星期四 現在晚上六點鐘 今天應該開心 終於突破了恒指 兩萬三千點 這個就趕了很久 很久很久很久 如果大家想過後市 轉彎 這個就必須要 升出 成交量也要配合 過幾星期前 升穿過一天 很短命,又縮回去 但是縮回去 又衝上來 不下 上一集我都說過 如果 就算是跌跌也好 不會崩潰的市 一定不會的 衝來衝去 二萬三 如果再衝去 再衝不穿 又去一個 上落市 最多就試回到下面 就是一千幾百點上落 這次也不是很多 跌了 跌了一點點 又已經慢慢上來 如果有炒卵 那些朋友都看到 call的wall 其實都正在升 上個禮拜都開始慢慢升 其實也不是暗示的 明示了 upside機會大於downside 今天就好了 今天就升穿給你看 升穿得來 所以就氣勢如紅 當然今天升 當然要多謝杜子 杜子創新高 這個日子也不可不看 剛才我開車來做節目的時候 當然當然要聽聽收音機 我慣例 聽聽其他行家分析 究竟怎麼看 訪問有一位女士 女女仔 應該是不知道什麼銀行 那些什麼 策略那些 她就說 喂 這個後市 美股做好了 美股做好 因為 很多理由 特朗普 應該上場 可能會推大家拭目以待 有機會推一萬億 不知什麼 會刺激傳統經濟 對於科網那些 可能會短期有一些壓抑 特朗普就喜歡傾向傳統工業 加上一月底 接下來 耶倫說 的意識又有結果 會看看加息爆發 所以美股就存在隱憂 我跟他剛剛相反 有機會 美股其實沒有機會 我覺得幾大機會 美股應該會走另外一個單邊浪 當然 美股好 做了這麼久的節目 都知道我美股什麼 美股已經有20 20 20 幾多 20 2013年 201314都說 要走接下來 十幾年的大聲浪 單邊聲浪 每一次跌下去調整 都純粹是一個調整 然後就會向上走回 應該會再破身高 我相信 年多前 由我 開始做 V chart 都是這樣說 當然 這個分析就是 Time cycle model 亦都給大家看過 這個就是 在2013年 我在三藩市 法國的 Analyst 他提供了一個 100年的導子圖 我也很深信 這個是繼續運行的 當然 你說中間 調整 例如去年 前年 調整過 那些當然會發生 但是大趨勢 買下去 其實不應該太害怕 我覺得 這個應該是大周期 所以 今次 為什麼 又是值得一提 我想說道指 先說道指 因為道指 升了上去 18,000 大家還記不記得 18,000點 曾經是最重要的 18,000點 18,000點 要升穿 這個位置很重要 然後 升完之後 其實高懼不孝 現在當然了 兩萬點 心理整數關口 已經收穿 有網友在Facebook 問 這個是不是 Break away gap 或者我可以 拿一些 gaps 資訊看看 看看 這個是不是 run away gaps 如果道指這樣升 那是甚麼方法 好了 配合的gaps 不如我 我先看看 電腦 gaps 這個就是 有幾種gaps 很快 go through 這些是教材 我們上次參加班的教材 用這些講最好 因為是教材 好了 gaps gaps有幾種 是教材的 不好意思 好了 common gaps 有break away 遮住了 不好意思 站在這邊 有break away 剛剛遮住了 先移一移開 自己有沒有所謂 不要太介意 有break away gaps 有run away gaps 就是gaps 和absorption gaps 三種 這三種gaps common gaps 這個不說 其實這三種 最主要是break away 是gap 也有common gap 我不管 gap up gap down 都是一種一種gap 有裂口就叫gap 比較有意思就是 這三種 break away run away 和absorption 三種 看看 common gaps 是什麼樣子 這些就是 普通通通通通 沒有特別 我也是caps.trust.com 這個 他用了很多年 圖文秘密 很帥 所以非常好的教材 好了 break away gap 這是第一種 第一種的意思 就是說 它在一個 不太上落的市場裡 第一次就叫做break away gap 所以網友問我 那個是不是run away gap 那個不是 run away gap 是第二種 就是有break away gap 走得上去 在中段 再拉到一點 再裂口 跳空再開 開上去的那種 是你所說的run away gap 所以這就是break away gap break away gap 看著 這個我覺得挺關鍵的 就像這幅圖的例子 譬如股價 一路向下跌 突然間 跌穿一個 一個大的區域 就是平時都炒不穿的 就叫做break away gap 這個就叫做break away gap 第一個 break away gap break away gap 你要注意 這個說得很對 break away 最重要是大成交 證明 這一下裂口夾下去的那一下 究竟是很少人做出來 還是很多人參與 那不同 力量不一樣 所以這就是先決條件 我們看回道指 究竟 是否這回事呢 道指 這個是一個 長期 也不是很長 也是 去年十月 十月 十一月 一浪比較單邊的升幅 升到頂著兩萬點 上星期好像做過雙頂 類似的 上彎下來都沒有穿到 這個又是個好案例 大家經常說 如果雙頂的物體 如果你把這張圖 這兩塊東西 這邊一塊 這邊一塊 也會像是鷹 那些類似的物體 跌穿了 出一支黑棍 第二天 出一支洋竹的話 這個都是壞的 不太好看 因為通常雙頂的那些很快 跌穿成交量大幅 即是說 這支黑棍出了 如果一個雙頂形態 應該是第二天出一支黑棍 而且volume是增加的 那你也看不到 反而volume比前幾天還相對少了 相反地買回 這支就路到端危了 陰竹之後這支洋竹 這支洋竹 升幅不大 但是成交很大 這個發生在什麼呢 這個發生在上陣指數 我應該先說 我上次在中山大學說 上一次 上陣爆肅 就是衝上去幾千點 四千點 三四千點 不是六千幾點 那一陣子 就是剛剛蓋上來 之前爆上去 爆上去之前 在底部做過很巨型的三角形 是不是很長的 很多年的 看看有沒有給大家看這個 看看圖 應該可能有的 上陣是SHZ 沒錯 看這個 周線圖 沒錯 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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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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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高 看回日線 周線 日線 完蛋 五千一百幾 這一幅 即是上去這一 這一幅 所以這個頂之前 即是上去上次五千一百幾 在這個高位之前,其實就是出現了類同的東西,就是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發生什麼事呢? 價位不要動,尤其是這一層,價位不要動 成交量突然開始配震上去,很大的成交,對不起,我手指錯了 這堆價位不要動,成交量開始大增 證明Smart Money開始儲存貨,成交量非常大 你放多少錢給他,他都會給你喝光 接著就是一個聲浪的開始 其實回到這個道指,這個就長期一點 如果你看到這個道指,這幅圖也很像 這支陰竹,這支黑棍,這支黑棍,這支黑棍 這支黑棍旁邊的小洋竹,成交量大增 類似剛才我給你看到上證的圖 價位不要動,留意一下,很有趣的 價位不要動,升跌也是這樣的 價位不要動,當然少少,但成交量突然會很大的 只會一旗,即將會是一個升浪的起步點 這些都幾萬事萬靈 接著這幾天,連續升了幾天 最後這個所謂失敗的,類似一個頂、兩個頂型軌 穿了,一個失敗的失敗 pattern 變成另一個reversal pattern 如果你看到長一點,就不會這樣看 長一點就在這個浪底上升上來這裡 做了一個圖形軌,做了一個通道,通道突破 通道還是用一個break away gap的形態出現 昨天的成交量大不大?都可以的,都不是太差的 來看高一點,就是也比我們的平均值都高了 如果呢可以配合起來,應該是可以看高一些的 我也看不到美股會大凹刺這些 因為沒有什麼蛛絲麻跡 你看到其實從選舉之後一路升到現在 一路一陣這陣選舉之前答案一升到去 既然如果大家覺得之前是很嚴重的時候 特朗普上來之後這一陣已經亢奮完了 看清真面目 估計他可能會搞歪給經濟 就應該這樣下來了 不是的 再向上走 有些東西一定是暗示出來的 從這幅圖裏面 暗示 這個是什麼 雙方地我可能會看到一個是 一個旗形上升 所以旗形上升是怎樣的 大家知道的 講了幾百次 旗形高度 所以可能去到二萬零不知幾百那裏自己量回去好嗎 很快要加急 底是一萬一九七 即是二百多點 二百多點 即是二零二幾 當作二零二幾 頭一頭 不過應該再可以輾轉再開高一些 我又覺得不是行人止步是升到這個通道頂便應該停止 不是的 另外一個是蛛絲馬跡 就是最底這個 最底就是正負DI 就開始兩隻分開了 上次發生過的時候 正DI在負DI上面 正DI如果你看這條線 不是粉紅色 而是負DI 是啡色 啡色上次就在這個位置 上次這個升浪就是這個很漂亮的訊號 這個訊號一直持久 上次如果你信ADS在這裏買入的時候 其實大把時間給你買 因為選舉完了之後 基本上單邊升 去到其實ADS真的要開始 向下第一個條件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可能你會走 但是當ADS再升上負DI 再向下分開的時候 你真的要調腳的時候就在這裏 這支黑棍 這支黑棍出來後你調腳就不用丟 因為跟頂部很短 很近而已 現在右上交回了 正DI開始衝穿負DI 加上你的ADS是開始 現在記得是23了 25是訊號 如果再走兩三天 它慢慢再向上咬上去 25、26、27 30樓上就更帥 所以自己回去自己看著 自己看著 看著這件事就是 今次港股受到影響 之前港股不是受到影響 之前港股不斷 美股不斷上升 日經不斷上升 港股不斷下跌 不斷調整插進去 幸好那個頭鞭頂 忘記它後一會回來說 如果今次美股 會帶動到恆子 如果美股再高一點的恆子 你能夠買 我已經很不夠端 breather 正如我所說 änd Fantasy 那些附近80元,近是可以買的 每次跌,調整20%很盡的,最多25%在歷史高位已經很盡 其實我上次也說過,拆開了無端的騰訊 這些都是訊號,騰訊真的很英俊 所以道指在這個break away gap 出現之後 希望可以繼續節節領先 而節節領先希望可以影響到港股 港股今次跟進去走高一點 加大歡喜 計年頭炮 第一季就可以港股 大家過肥年 買了之後收拾一些過年好事 第二季很快就看看我的智愛 不是恆子 我的智愛當然是日經 日經是個帥哥 不用想 日經帥哥 日經今天出了楊竹 其實已經在底位找到支援18,700這些位置 其實出了小箱底 成功了 成功了 其實今天雙底的目標價到了 不過我就看它 既然是一個這麼巨型 之前講的下面 砌了這麼久 這一堆砌了很長的 這一堆砌了這麼長 你看這個東西 其實從20幾年 01 年 01 年 這一年 浸了一年 它突破的 我不會玩完的 升了上去之後遇到 找到一個支援 再向上走 我就繼續 至愛1570 1570 當然是 待會給大家看看 表現成怎樣 當然是好東西了 好 稍後回來 休息一下 謝謝